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营养丰富而且又下饭的白鱼菇做法 首先准备适量的白鱼菇先去掉耕地 再把它放入到清水中略微清洗 清洗白鱼菇的时候时间不用太长 稍微洗净表面的灰尘鱼杂质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把它切成小段 这样在制作的过程中白鱼菇能够更加充分的入味 切好的白鱼菇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半根去皮洗净的胡萝卜 既可以搭配颜色也能够增加丰富的营养 如果不吃胡萝卜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胡萝卜切成均匀的小丁切好后和白鱼菇放一起备用 再准备一把洗净的清尖椒直接把它切成小对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几粒的大蒜先把它拍至松散 然后再把它切成均匀的蒜末 准备少许的生姜把它切成小姜片 把半根大葱直接切成葱圈 切好后和青椒段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两个洗净的鸡腿 鸡腿要提前把它充分的浸泡出血水 然后把鸡腿骨给它完全去除 片好的鸡腿肉用刀背先给它稍微剁制一下 这样可以让鸡腿肉做出来以后更加的入味 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不会柴 接下来再把鸡腿肉先给它切成长条 然后再把它切成稍小一点的鸡丁 切好后装入盘中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加入少许的盐 加入少许的生抽 加入少许的老抽略微上色 再加入适量的淀粉 然后把鸡丁先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至鸡丁顺滑粘稠 完全吸收调料的味道 这个时候在表面淋入一勺的食用油 这样可以锁住鸡丁表面的水分 让它做出来更加的嫩滑 拌匀后先放一旁腌制五分钟 让它充分的入味 接下来先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切好的胡萝卜丁先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在焯水的过程中 加入少许的盐和几滴的食用油 这样可以让食材的颜色更加的鲜亮 把胡萝卜丁在锅中 煮至到微微透亮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准备好的白玉菇 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焯水可以减少白玉菇中的草酸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营养健康 白玉菇焯水的时间不用太长 大约十几秒 微微有一些柔软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洗净 烧热后再加入适量的油 把锅的四周稍微润透 再把腌制好的鸡丁倒入锅中 快速的煸炒 鸡腿肉在炒制的时候 时间可以略微长一点 稍微煸出油脂 炒制到略微紧实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的豆瓣酱 把豆瓣酱和鸡腿肉先给它充分的炒匀炒香 炒制到略微有一些红油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里面加入适量的料酒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再次把鸡丁在锅中给它充分的炒香 炒制到可以闻到浓郁的香味 而且没有水汽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切好的蒜末、生姜和葱段倒入锅中 煸炒增香 把小料在锅中给它充分的煸香后 再把准备好的青椒段倒入锅中一同煸炒 把青椒段在锅中炒制到颜色翠绿 有一些干香的状态 这样可以让它更加的入味鲜香 炒香后再把焯好水的胡萝卜丁和白玉菇 倒入锅中一同煸炒 在炒制的过程中用大火快速的煸炒 这样可以锁住白玉菇的水分能够让它更加的入味 炒匀后加入少许的盐不需要太多 加入一勺的鸡精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 调味后把它充分的翻炒均匀炒至入味 炒制到可以明显闻到浓郁的香味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白玉菇和鸡腿肉这样做非常的鲜香入味 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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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